这个角色跟我本人反差还是挺大的 他是柔弱弱弱的比较冰凉凉凉的那种状态 出场是很纯的一个少女 很正气的一个少女心象 然后第二部分里有一些性感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妖艳的东西 那另一场他就变成很妖艳的性感 他也是美女了 他做出来的也是有一种氧气在里面 后来大部分都是那种既妩媚性感 然后还有妖气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导演的选择是对的 小尚的性格跟他的名字是一样的 特别善良 他给的所有反应都是能够激发我调戏他的冲动 一 二 三 其实我很希望他留下来去成就我们的一份大事业 练了挺长时间的一个舞蹈 圈改 轻心编 挺难的就是拍那个拍比较久 他有一个特别的气质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他相当努力 他也很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感情 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 生很多很多小被逼 一孤很可爱很单纯的一种人物 九宫这个角色一开始只是一个一会男生说话一会女生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博士 你虽然知道他是个女人 但你也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阴阳关系的这么一个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这样一个角色 好 太逗了 特别有意思 一会男一会女的 然后搞到唐僧是特别混乱的 晕头转向的 摸不清底的感觉 我们这个系的投资都花在了我和鲍贝尔的身上 尤其是我现在这身衣服 我在试装的时候 我充分地感受到了他的高大上 不是 姜 你 你们 你 我 我 我 在 谢谢观看